随着我国展开嫦娥探月工程 意味着中国向月球发起探索 而且在2004年正式启动这一计划 从2007年发射嫦娥一号 再到2020年发射嫦娥五号 这其中不仅仅是表面看起来那般简单 要知道 中国并非是全球第一个对月球进行探索的国家 早在美苏冷战时期 双方就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军备构 其中就包括对太空的探索 而且双方均从月球取回了土壤 据悉 美国用六次从月球带回380千克左右的月壤 而苏联则用了三次从月球带回300多克月壤 而中国的嫦娥五号以此带回1700多克 可以说远比苏联三次获得的数量要多 此外 我国的嫦娥五号对月球进行探索 并且成功降落之后 看似仅仅是以此无人登月 甚至是为了取回月壤 实际上却是以此载人登月的模拟演练 要知道 美国曾经作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国家 背后也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据悉 美国为了完成登月计划 共计投入255亿美元 结合了国内80个顶尖科学研究所 200多所大学 2万家企业为其服务 而苏联则投入了45亿美元左右 可以说双方为了赌气 均投入了巨额的资金 为何中国长额5号并非表面那么简单 要知道长额5号分为上升器 着陆器 返回器 轨道器 其中当着陆器完成取样之后 便会与上升器 共同与返回器进行对接 随后便直接返回地球 可以说除了没有乘坐宇航员之外 长额5号已经完成了载人登月的演练 如果将长额5号的吨位增加 完全可以乘坐一名宇航员进行着陆 这也是中国在努力前行的原因所在 从目前的结果来看 显然我国在探月工程领域已经做到了后来者居上 对此 美国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决定要重启探月计划 但是 按照该国目前的经济状况 未必能顺利进行 要知道 美国已经连续多年经济赤字 就连福特号航母的建造工程也被迫延期 不知道这个时候的美国 要如何重启探月计划 至少资金会是重启探月工程最大的拦路户 此外 随着中国探月工程的稳步发展 未来将会对月球南极进行探索 最终的目的可能是要打造一个月球基地 如果这一计划属实 那么 中国宇航员长期驻扎月球 也并非是梦想 完全有望得到实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